我的私信已经快被挤爆了 好多粉丝都在问我 说东航的这次事故 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说实话 现在在网上能搜集到的资料 实在是太少了 那我在问了几位相关专业的朋友之后 大致理了一下方向 想要尝试着分析一下 那仅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首先呢 我猜应该不是机型的问题 出事的飞机呢 是波音737-800 那这个飞机在国内用的实在太多了 我查了一下数据 国内总共有1400多架 占民航机队总数的接近40% 视频前的很多朋友 应该都做过这个信号的飞机 这种机型呢 从设计到技术上相对已经比较成熟了 跟之前总出事的那个波音737 MAX 那是完全两码事 那第二呢 应该我猜测也不是飞控系统出了问题 因为如果问题出在了飞控系统上的话 那么飞行员肯定会努力修正飞机的飞行姿态 所以呢 飞机的高度和速度 应该是有一个挣扎的过程 但是你看视频也好 或者是相关的飞机逝世前的数据也好 飞机基本上是直直的扎向地面的 按道理来说 以民航客机来说 在正常的状态之下 想要这么飞是不太容易的 因为飞机如果是俯冲的话 那速度就会增加 飞机所受的升力就会提高 而升力提高的话 飞机就会抬头 就不太会这样直直的朝下扎下去 所以有可能的问题 我猜测可能是飞机发生了机械故障 比如说水平尾翼的问题 或者是哪个堕面被卡住了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不过这些都是我个人的一点猜测 最终的结果呢 还是要以官方通报的为准 那这次事故是发生在陆地上 黑匣子应该是比较容易找到的 事故的分析应该会进展相对比较快 大家就耐心的等待官方通报就好 那看到这次事故 我真的发自内心的感觉 这个世界我们只能来一次 对吧 所以吃你想吃的饭 见你想见的人 看你想看的风景 做你想做的事吧 因为明天和意外 谁都不知道哪个会先来 你说对吧 能够及时补充抗净疫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让防疫变得更方便更安心 一天你用200次都没有问题的 比酒精啦比漂白纸更加的环保 如果你要购买旺旺水神生成机 中天新闻的观众是有独家的好看